欢迎来到美厅 最自欺欺人的社交方式 对别人好 别人就会对你好 网上有这样一段话 人和人之间 要想保持长久而舒适的关系 靠的是共性和吸引 而不是压迫 捆绑 奉承 以及一味的付出和道德式的自我感动 深感赞同 在情感的舞台上 平衡是维系关系的核心要素 若一方持续付出 而另一方却毫无回应 这种平衡终将被打破 关系也将走向崩溃 我们不能盲目地期待 只要我真心付出 对方就一定会对我好 真诚付出 与对方的回报 这是两个独立的命题 期待以真心换真心 往往只是自欺欺人的幻想 一意 人与人之间 最怕的就是一厢情愿是交往 你以为 你对别人好 别人就会接受并对你好 其实这是一厢情愿的看法 有时候 你的倾心托付 也许对别人 反而是一种负担 所以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觉 和一个对谁都没意见 处处替别人 着想的人相处 虽然感觉上被照顾 但同时又有种说不出的不舒服 久了便会觉得受不起 开始疏离 之前 看孟非主持 四大名著 就是 有一期来了一个男嘉宾 说他单恋了一个女孩 女孩在外工作 他为了感动他 每周都去女孩家帮忙 照顾他父母 一做就是十几年 尽管付出了十几年 当他表白时 女的不仅拒绝了他 还说他的行为 给他造成了困扰 男嘉宾非常委屈地说 我对他这么好 对他父母这么好 为什么他就不能喜欢我呢 孟非听完回答说 不是你对我好 我就得接受 你对我好不好 那是你的事 我接不接受 是我的事 如果你觉得对我好 我就得对你感恩戴德 那世界就乱套了 有的好 就像雨停了 你给了我一把伞 抱歉 我不需要留给别人吧 当我们不断付出后 难免会带有期待 希望得到回报 然后一边陷入自我感动 一边又给别人强加道德约束 结果 只是感动了自己 别扭了他人 所以 永远不要期望别人 用你对待他的方式对待你 也不要让别人 因为你一厢情愿地付出 而造成困扰 付出了总想得到回报 就会变成烦恼 期望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知名博主休闲路 说过一段话 大部分的好人 都活得很压抑 好人 只是自己 给自己设置的圈套 日剧 《指的新生活》中的女主角 指 她从不拒绝男友的要求 因为男友不喜欢卷发 她便每天 把自然卷拉直 未融入同事圈子 工作上随叫随到 把别人不喜欢的工作 犯的错 都揽在自己身上 只要别人跟她说一声谢谢 她就觉得很值 她一厢情愿地以为 舍弃自己的意愿 竭力让每个人都满意 就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可换来的是 同事背后说她坏话和远离 男友的嫌弃 当她因为过度呼吸晕过去 在医院醒来后 没有一个人问候 关心她 最后她搬到乡下 每天顶着天生自然卷 不用违心地附和别人 敢于拒绝找上门来的男友 对于找错零钱的店主 敢于主动要求核对 开始做真实的自己 她才感觉生活多舒服 看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你是用讨好的姿态 去对别人好 他人并不会觉得你有多好 你也得不到想要的尊重和珍惜 更得不到真正的友谊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过得不好 不是因为做得太少 而是一厢情愿付出太多 高估了别人 贬低了自己 取悦了他人 委屈了自己 然后降低我们的价值感 让自己失去了快乐 把自己逼入绝境 我们是需要获得他人的认可 但自我的认可更加重要 想让别人尊重你 首先你要先尊重自己 因此 与其做一个老好人 陷入自我感动的付出中 不如做一个完整不委屈的自己 守住关系的界限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 二 一味地对别人好 反而得不到尊重 菜根坛有言 奔仪自淡而浓 先浓后淡者 人望其会 有个小和尚 每次师父让他下山化园 他都会选择帮助山下一户贫苦人家耕种 只因他第一次见到那破败的毛屋 和瘦弱的家庭时 内心便油然生出同情与善意 然而 某天小和尚因犯错 被师父罚面壁撕过半个月 半个月后 他匆匆下山 走向那户人家 还未到门前 便听到里面传来的议论声 那傻和尚 怎么还不来 农活都堆成山了 本来还指望着他这个免费劳力呢 小和尚如遭雷击 愣在原地 那些画像针一样 刺入他的心 痛得无法呼吸 他曾以为 自己的善意能换来感激 却不料 只是被当作了利用的工具 从那天起 小和尚再也没去过那户人家 这家人把小和尚 对他家的好当作了理所当然 觉得你就是应当对我好 这是你的义务 所以没有了感恩的信 正如 经济学中有个定律叫 编辑效用递减法则 它是指 同样的事情 当人们做得越多 带给人们的满足感越少 其实我们身边 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过度的付出 别人会习以为常 不放心上 然后由感激过度到索取 再产生过度依赖到贪心 一旦停止帮助 就变成了仇人轻视 并记恨你 曾有网友分享了一段 自己的真实经历 年轻时 他刚入职了一家公司 为了能尽快和同事 打好之关系 便主动示好 尽快融入 于是 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 OK女孩 每次同事提出的任何要求 他总会毫不犹豫地说 OK 每次和同事间有摩擦 他总会第一个妥协 结果 时间久了 办公室里 脏活累活 总是安排给他 从来没人尊重他的意见 只要他稍微拒绝 同事们就会觉得他冷漠 脾气差 在同事眼里 他没有变成受欢迎的人 反而逐渐变成了一个 好说话 好欺负 没主见的人 他的付出 成了理所当然 让别人感到廉价 生活大爆炸 里面有句台词 每次你找我帮忙 我都欣然接受 如果有一次我不能帮你 你就会对我产生一种 莫名其妙的厌恶感 我才不要自讨苦吃 记住 没有分寸感的付出 换不来对等的关系 盲目的给予 只会适得其反 只会换来对方 理所当然的接受和享受 真正舒服的关系 是不需要用力讨好 来认可自己的 真正意义上的好 是有温度 有分寸的付出 也能有力量地捍卫自己底线的 三 适度给予 真实的互动 才是正确的社交方式 佛说 人不可太近 是不可太轻 凡是太近 缘分势必早近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老员外 在退休之际 面对三个优秀的儿子 难以抉择继承人 于是他请教禅师 禅师问了三个儿子 同样的问题 说一件自己曾经做过的善事 代儿子说 我看到一个乞丐 走路摇摇晃晃 像是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于是把我身上 仅有的十两银子给了他 二儿子说 我见到商人和顾客 因为缺金短两的问题 在街上打架 于是把我身上的银子 补给了顾客 那商人追问我名字 我没办法才告诉了他 三儿子说 有一天 我父亲的死对头家里着火 我把他救了出来 还要了十两银子 听完三个儿子的回答 禅师告诉老员外 三儿子能担此任 老员外不解 禅师说 他救的那人是你的死对头 但他并未因此而弃之不顾 救下人后讨要了银子 说明他不想为此 让对方欠下人情 这样彼此才能够留有空间 产业交给了第三个儿子 果然生意越做越好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 适度定律 说的是在人际交往中 要懂得把握好一个度 超过这个度 人际关系就有可能走向反面 因此任何关系 交往要适度 不过分付出 不过度索取 如此才正确 三毛二十四岁时 独自去西班牙留学 他听从父母的叮嘱 要和身边的人搞好关系 最初 他跟室友们相处得很好 在宿舍里 他处处退让 热心帮助室友 自己的衣柜也拿出来共享 可时间久了 发现没有人尊重他 反而在他的床铺上喝酒打闹 被发现后 院长将责任都怪在他身上 这让他忍无可忍选择奋起反抗 结果 反而没有人再对他指手画脚 他享受到了久违的平等待遇 也找回了自己应该受到的那份尊重 听过这样一句话 对方伤害了你 如果你不真实地去回应他的行为 你既没有尊重自己和对方 也没有尊重这一段关系 相反 如果你对他表达不满 甚至是恨意 这意味着你给了他一份尊重 也让他明白了 他的做法是不对的 的确 真实地表达爱恨 懂得拒绝 才不会委屈自己 别人也才会觉得你的珍贵 网上曾有一个问题 生活中有哪些残忍的真相 有个高赞答案这样说 成年人之间的社交 99%的付出都是没用的 成年人的社交关系说复杂也简单 当你清楚该和谁好 该远离谁 才会发现 有很多关系是没有必要去维护的 你懂我的付出 我吸你的不义 真实的互动 保持平衡 这才是最好的社交状态 作家李小默说 就算再不计较的人 潜意识里也藏着一杆秤 暗暗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 默默盘算一个人是否对自己有用 人际交往 不需要去点起脚尖 强融进不适合的圈子 然后靠自欺欺人 去维系一份关系 其实最好的人脉 是你自己 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 对自己好 提升自己 才会吸引别人对你好 然后进入优质的圈子里 互相滋养彼此 如此关系才会长久 愿我们每一个人 在任何关系中 都能学会弹性的表达 真实的互动 做真实的自己 舒服自在地活着 订阅美厅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